与会志工手没停过 白色面团擀皮 再抹上披萨酱 铺上起司和彩椒 撒上玉米粒 最后放上重头戏 一支支当季的新鲜Q弹小卷 送入口庙内 没几分钟就大功告成 三号的小卷 所以它的小卷比较适口 是甜椒然后玉米 蟹味棒 再来就是我们的小卷 我们然后最后再铺上一层乳酪丝 我们放的小卷是事先烫熟的 等一下烤的时候呢 它熟度才会比较均匀 披萨上满满的卤肉超纤丝 让人看得口水直流 再搭配口感弹牙的 整尾新鲜小卷 一咬下口 鲜甜滋味在嘴里散开 小妹妹更是一口接着一口 辣牙还没喜欢吃 好吃 我们做那个披萨 一麦公益活动 我们把在地的食材小馆 小小的推广 刚好推广出去就碍杀了 今天感谢台湾电力公司的员工 跟鞋和电厂鞋和施工厨 他们秒杀 把我们所要做的爱心 都秒杀一次就买完了 剩下几份就是由其他的地方人士来购买 金融区域会和台电鞋和发电厂 发起了小卷披萨 搖烤义卖活动 收入都要捐给动饱团体 要让动物们在寒冬中 也能够吃饱穿暖 首先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一次 小卷披萨 摇烤这个爱心的活动 那我们渔会过去办理了很多有关于保护促进海洋资源 以及从海洋到餐桌食语教室的很多海洋产业推广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理念跟我们台电是相同的 我们台电除了在稳定供电的这个责任之外 那我们也一直很热心来参与这些促进地方产业的这个活动 六寸的小披萨定价一百元 民众订购十分踊跃 又不少机关团体已发动购买 消息发布不久之后 两百份的预购名额就被扫光 每一口都可以吃到很新鲜的小卷 愉悦当机的小卷 而且尤其我们电厂刚知道这个讯息的时候 马上询问 每个人都是五格五格这样起跳的在定 本来是我们的就是平常食欲教育的这个课程 我们会做这个小卷披萨 然后呢但是因为这个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很受欢迎 基隆的各个学校还有外县市的学校 还有农运会都会来参加我们食欲教育的课程 那后来呢我们就想说这是做爱心这样子 然后帮助这个流浪动物 然后之后我们这个披萨的就是义卖的这个扣除一些成本之后 我们会全数我们会捐给一些流浪动物的相关单位这样 披萨的话那成本差不多六七十块 那你去外面买的话就不止了 有时候料没有我们的香 我们自己放的那么多 然后口感应该都有差啦 因为我们自己擀的面皮 这次余会员工和家政班志工共同协助制作 将季节限定的小卷融入披萨 要让民众以优惠价格细细地来品尝在地小卷的好滋味 记者黄烧民金融报道